面对5G通讯的新时代,该如何应用于教学现场呢? 正兵国中的理化课程,使用5G通讯搭配VR,让学生边学边玩,让课堂变得好热闹。 正兵国中为5G新科技学习示范学校之一,以自然领域为基础,结合下本课程发展,计划由教育部建制的VR教材库,教育大师级入门。 展开了正兵国中导入应用VR教材的历程,再加上海大资工徐玉生教授所带领的研究团队,以心理徐境制作VR练攻防,化学元素历险剂,学习物质的基本结构,以延展实境制作特征方程式,学习人工智慧,将这两项研发成果都将提供给正兵国中的师生们来使用。 正兵国中林世杰校长表示, 学校刚导入这个VR课程,我们单纯是VR教材的使用者,但是光这个使用的部分就占据老师很多的时间,那所幸海大苏教授的团队的进驻跟协助,透过不断的会议讨论的过程当中, 然后而且是入校的协助,让老师从教材的安装跟使用都能够进入加进,然后让整个教学的效能跟备课的这个效率都能提高。 海大与正兵国中研发的课程取名为炼工房,化学元素历险剂,经由正兵国中王妙涵主任负责撰写教案,再由研发团队转化成为VR教材, 教材以国中八年级的理化、物质的基本结构作为开发主题。 VR教材将原先的课程内容加深加广,除了能操作现实中不易操作的实验,增加学生的体验,启发学生的研究精神之外, 亦能透过游戏、剧情等互动方式引导学生完成指定学习任务,以提升理化的有趣性。 参与课程的学生说道, 上课的时候可能只会看影片,让我们知道这个东西会有什么反应,就是会比一般上课还比较好玩。 他就是可以帮我们把实验过程要呈现出来。 特征方程式其概念为提升学生对人工智慧的概念,希望透过AI教具为学生提供高呼动性的虚拟学习环境, 并能够在教学过程中给予纯净师的体验, 借此提升学生愿意主动接触人工智慧科技的意愿。 海大资工苏玉生教授表示, 这次来真名国中,来研发了一个就是绿亚的一个理化的一个教堂。 透过学生的体验之后,学生感觉到, 他会觉得透过游戏的方式,觉得很新奇。 然后对化学反应的部分的话, 比透过影片的看到的结果还要效果,还要显著的方式。 在我们的实验室里面也有开发特征方程式的能工智慧的教具。 那这个部分的话,未来也是会在国中这边的话, 做一个能工智慧的一个推广。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样一个原宇宙虚拟化的实际的技术的部分, 然后让国中的老师们还有学生们可以有一些对食物的一些体验, 然后学到化学跟能工智慧一些相关的概念。 海大资工团队以丰沛的VR科技研发能量, 转译郑冰国中老师的教案。 在医教学现场学生的体验过后, 去加以修正优化。 这正是大手西小手理论与实物结合的最佳写照。 郑冰VR电工团在! 公民记者郑文沛, 陈志祥,机动市中正区采访报道。